脸上皱纹怎么去除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葛新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科主人医师 随着我们年龄的生长 大家或动或少 脸上会出现皱纹 那出现皱纹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分析 您出现皱纹的原因 如果有的人是因为面部反复过敏 出现这种接触性皮炎 或者化妆品不良反应性皮炎的时候 然后再加上干燥 那么会出现皱纹 这个时候我们要首先让患者 尽可能找到致敏源 然后脱离过敏源 可以对症治疗脱敏治疗 治好了以后呢 要让患者经常有保湿中腹剂 那么另外一种呢 是因为气候或者本身 你的皮肤就比较干燥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要让患者经常用保湿霜 保湿剂 还可以到我们医院 做水光注射 或者是光子嫩敷 来促进这种细纹的消失 这是一个静态性的皱纹 有的人呢 是因为喜欢大笑 出现了这种动态的皱纹 如果您有动态皱纹 您可以用肉毒素去注射 来消除这种动态的皱纹 那么还可以用玻尿酸 经常注射玻尿酸 让这种皮下组织呢 丰满起来 减少皱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